双溪地区的信仰中心三中庙和马来西亚的三中宫 在10号这一天会合了来自金门沙美地区的三中庙 在双溪当地进行了一场绕境祈福活动 绕境众神和各庙方人员在经过双溪几个重点聚落 沿路都受到信众们的热情欢迎 场面相当热闹 从7号当天开始的双溪三中庙庙庆系列活动 在10号这天进行了双溪境内的祈福绕境 众神明与绕境人员在双溪沿路 都受到了民众们的热情欢迎 今天说让路走过那个头 我们这个重症路 重症路走到这个母丹 走到母丹 在家里走到上边 走过五分 在家里走到五分 再来找到家 来找到家去 来我那 这场三中庙在双溪境内的绕境活动 除了由来自马来西亚三中公的庙方人员 与众神明加入了绕境之外 还有来自金门沙美地区的三中庙庙方人员 也在这一次的行列当中 我是以金门沙美三中庙主委的身份 代表我们庙方 祝贺双溪三中庙 庙物兴隆 绕境庆典活动圆满成功 那也希望说 因为我们都是三中王忠实的信徒 这次连马来西亚都过来了 我们现在的状况已经完成了 我们三中庙我们也参加去绕境 因为我们那个 马来西亚的三中庙 他也是参加绕境 所以说 我们现在绕境完成了 我们将生会来比喻 我们这里的 里面的平安顺势 这里的现身大点 平安顺势 双溪三中庙庙方表示 目前供奉文天祥 张世杰 陆秀夫等三位圣者的庙宇 全世界只有四座公庙而已 这一次的绕境祈福活动 难得能有两国三地公庙 多方一起合作进行 双溪乡亲们真的好福气 未来各庙间 也将有更多的交流活动 让三中信仰永续流传 记者李一帆双溪采访报导